今天要分享的菜式是煎蜂黃花魚 首先洗淨魚身,然後抹乾至絲手 如果有魚春的話,也是相同的處理方法 然後用鹽、胡椒粉,塗勻整個魚身 然後醃幾分鐘 這段時間可以將蔥洗乾淨,切成蔥絲 然後準備薑絲和蒜蓉 接下來準備蜆汁 醬油、胡椒粉、糖、蠔油和清水 然後在黃花魚身上撲粉 然後用中火煎 用中火煎至兩面黃,魚就可以盛起了 然後爆香蔥絲,然後盛起備用 然後把薑絲和蒜蓉爆香 然後連上剛才調好的蜆汁一起煮滾 把剛才爆香的蔥絲回黃 再將煮滾在魚身上 再將煮滾了芡汁淋在魚身上 這樣便完成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